作曲 李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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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李哲益 其實從事音樂工作已經超過30年 大部分是做各式各樣的這種 不同領域的一種音樂的 不管是設計也好或者編曲或者是創作 很早就知道古明森老師 對在舞蹈圈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些成就啦 成績 那古老師也說很久以前就聽說 我在音樂圈做了一些事情 彼此都沒有正式認識 但事實上就是大家都看過彼此的作品 你就是有那種每一次 現在你的手臂沒有這樣好 所以那個感覺像但是 甩到那邊的感覺 好 大 不要緊 每一次讓它做滿臉 下巴再收一點 眼睛在我的底下 那個只要有一個這樣curve上來就好了 因為你們往後退的時候 觀眾只看到一坨東西 看不到那個形體 所以你們這樣一衝上來的時候 突然形體又出現了 我是古明森 跳舞的人 編舞 然後跳舞跳了很久很久 很喜歡做吉星 那 可是最近我 讓我最頭痛的 不是吉星的作品 是一個編創的作品 叫《殺肚》 好多好多的事情 好多的關卡 這個生命的歷程裡頭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一樣 我們在生活上面 就是會碰到這些焦慮 壓力 恐懼 憤怒 各種各種的情緒 所以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那個東西 是你自己邀請進來的 所以你要把它送出去 那個地方兩邊幾十 然後你們也可以在練 做這個動作的同時 去互相討論說 好像我覺得那個地方 我就 我覺得那個地方 我就很想要對你去 我就覺得我們 有一個那種 就那個時候 我覺得那個動力 我需要那個動力 需要那種 呃的時候 那個呃那個動力 我那個動作 才會做得上去 那那個東西 會一件事情 它就會被整理 所以我一直在做 我一直在做《集星》的時候 我一直在做《集星》的時候 我更需要跟觀眾 有一個近距離的接觸 所以那個所有的臨場的那個狀況 可以被閱讀到 所以我想要 呃 讓這個整個狀況是還滿low-tech的 我 不要去搞了一個大的劇場的set 舞台 然後那個 那個我排練的時候 要去另外租一個 一個工廠的廠房 然後 呃 換廠 裝台的時候 兩個人在那邊緊張得不得了 去搶時間 呃 然後 演完了以後 它就變廢物 要把它毀掉 我就想說 不要這樣子做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好好的運用 我的 呃 這個劇場的空間 我就說 這些景都不要 可是我就做了一個 idea 那idea需要 30米的深度 6尺的高度 我自己覺得low-tech 起碼好好的用劇場吧 結果後來排練 沒有空間 可以讓我這樣子排練的 那一直等到開始排練的時候 我才發覺到說 哎呀 自以為很聰明 音樂 其實我最早的時候 我在有這個idea的時候 我就在 就聽很多音樂 在找Few 結果 我居然聽到Stralovinsky的那個 火鳥 Firebird 我就覺得說 那個Few還滿對的 當然因為它是一個舞劇 所以它本來就是有個角色 跟它所有的那個 嗯 那個活動的那種 就是音樂性很戲劇化 然後我就聽那個音樂的時候 我就已經可以感覺到 好像那個畫面 就在我的腦子裡面 開始產生 所以我就想要它 但是那音樂只有30多分鐘 不夠長 然後我就想說 啊 那我就來拜託李哲義好了 我覺得從一開始那個段落的時候 好像我一些感受就在那裡 然後加上我當初給你聽火鳥的音樂的時候 對 我覺得那個音樂給我的感覺是說 它很 它很戲劇化 對 可是它又很 就那個人本來就不會乖乖的去做很規矩的音樂 對 所以它就是上面有一些twisting這樣子 然後 所以 呃 那個 那個 那個比較twisting 或者我說那個 有點叛逆的那個 那個樣子 嗯 好像是 呃 我希望它是有的一個 一種 像色彩 或者是 氛圍啊 氣味這樣的東西 聽起來都好像 蠻 就是 不是視覺 是氣味的 對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我覺得那個 那個 音樂很完整 太美了 對 太美 有多少人跟我說音樂好好聽喔 公視的人那天看了以後 聽之後就跟我講說 啊音樂好好聽喔 所以 這個 這個 會 會 會有什麼困擾嗎 對 因為我 我這一次的設定 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發現 就是說 我設定在 固定的某些樂器裡面 嗯 跟 就是 固定的某些色彩裡面 因為我們一個小時的東西嘛 不要讓它東一塊西一塊 要不然 這樣就失去了 對 那一個 製作一個完整 音樂的一個 一個意義 就跟平常大家 東撿一個音樂來 西撿一個音樂來 拿來跳舞是一樣的意義 我們既然是 重新設計音樂 我們一定要考慮到它的整體性嘛 嗯 所以其實我在 我在用這些 樂器的那個 配器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考慮到這一點 嗯 就是說 讓它其實前後 它是在相同的架構之下 在走動 就是這個故事的訴說 不會有一個場景 嗯 這個音樂已經給了一個場景了 就是沒有這個場景 會比較 我覺得好像跟那 比較合 因為我不想要建議任何事情 OK 因為它就是一個虛擬的童話故事 所以我把那個 包含布景 我把布景全部拿掉 不要任何的布景 不要任何的 就好像他突然間 就是一張白紙上面畫一個人 嗯 所以這個人 也不曉得他是古瘦人 還是現代的人 那種感覺 因為其實我也是想跟胡老師講一下 我的概念是這樣 因為前面這些東西的 這一些 比較美的東西 它會造成後面的這個拉承 所產生的反差 它的反差會因為前面的那個美感 而增加它的張力 如果我們沒有前面那個美感的東西 直接就 就是比較 像老師形容的那樣子 比較不知道它是什麼樣的一個背景 當然 或許可以有另外一種感覺出來 對 但是它的拉扯就不會有那麼大 因為就好像說 我們先吃一個很甜的 再吃一個很酸的 你就會覺得那個酸太可怕了 對 可是如果我們前面不吃很甜的話 可能那個酸就還好 對 所以這個是 當然我們在音樂上設計 我們會去考慮到這個點 對 那當然我可以再去思考 另外一個模式的東西 在前面這一段 那 那 我如果做出來 老師可以再聽聽看 看它是會失去 這裡這個拉扯所造成的最後這個結果 那如果不會 反而是更好的 那當然就 因為我有跟胡老師說 我不介意去修改東西 我們這樣 某些 做一下 反正我做就這樣 所以 就是我今天聽了 您的想法跟虛速 我會再去試著 弄一段 不一樣的 東西 放在前面 然後讓 讓它整個過去 整個完整過去 聽聽看 然後 然後 當它到那個 你本來現在是把那個龍的跟 沙杜的段落是 連在一起的嗎 那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也是之前那個節奏的關係 所以後來我發現到說 我錄影起來 發現他們都全部照拍子跳耶 他就 一、二、三、六、七、八 兩個八拍子 太準了 兩個八拍子 那個舞者的耳朵就會自己 就會受那個東西影響 那我在想那個地方應該是一個 那個前面那個地方是一個 飛奧的以後 然後它走出來 然後重新下一個燈 其實我覺得它可以 比較像電影培樂這樣 它就是大片的 大片的 跑來跑去 然後其實舞者怎麼走都沒有關係 會不會比較好 什麼樣大片 就是音樂是大 大面積的東西 它其實就是 所有的音樂是漸變的 就是大情緒的漸變 而不是那種明顯的 像現在有節奏的 咚咚咚咚咚 到那邊咚咚咚 到那邊沒有 就是整片的 就比較像 Stravinsky裡面的那一種 戲劇張力的東西 那它什麼時候 要看到巨人 什麼時候 要躲巨人 什麼時候 被追什麼時候 那個東西就可以在 音樂的情境裡面 其實 它 跟它就不用百分之百面去 而是可以 好像是 音樂好像是波浪一樣 然後它在波浪裡面 一直一直打轉這樣 再編繞 4 3 2 5 2 5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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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二、三、四、五、二、七、八 一、二、三、二、六、七、八 六、三、四、五、六、七、八 下、五、三、四、五、二、三 我覺得我的創作過程常常都很像在釣魚 那個釣魚就是首先你要先把耳放出去 可是你不曉得什麼魚會上鉤 我就觉得说 自从两庭院跟我提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开始钓鱼了 结果就在某一个晚上 睡不着觉 然后 有一点失眠的恍恍惚惚中 然后突然间就 那鱼衣就上钩了 就砰就来了 所以当那个画面 砰一出现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觉得画面 是有一个故事的 然后 那故事就会牵涉到 有这个主要的角色 一个女孩子 跟一个她制造出来的妖怪 所以这女孩子跟妖怪 你知道吗 这女孩子跟妖怪这件事情 就觉得好像小孩子 儿童床边故事 所以说 它就真的就像一个 对我来说 真的就像一个 儿童床边故事一样 所以 她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 关于这个女孩跟她的妖怪 之间的这个过程 她要怎么样把妖怪给送走 所以说你不想要她 可是你为什么有她 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自己 拿进来的 我们自己把东西 我们就觉得说 都是她给我压力 可是他们就说 人家送你礼物你可以不要 你为什么要接受人家的礼物 事实上是你接受了人家的礼物 这个生命的历程里头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我们在生活上面 就是会碰到这些焦虑 压力 恐惧 愤怒 各种各种的情绪 所以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东西 是你自己邀请进来的 所以你要把它送出去 就是整个作品 就好像就是在 处理这方面的一些思考了 很多人 还有谁要订马克 你也要 我應該要 然後是 你要壓這邊 然後秀三 安妮 你在上面先不要動 他們先動對不對 然後你再晃兩下 你可不可以加上胸口的 每一個都加上胸口以後 然後才開始發生 所以說 我們晚上試一下 安妮老師 先不要那麼快就往後倒 就是說你們搖的時候 他在上面先多shake幾拍 之後才往下面倒 好來下一個 那個拱門的 安妮手再混亂一點 好 And go 走 卡住 誰的頭 阿薇今天綁了一個什麼 啾啾會跑出來 來 新郎你的音樂 先試著不要放那麼大聲 所以我們比較容易 都彼此時間在講話 好 然後我們現在試著 從跑屋的地方開始 從太陽出來 跟音樂一起 這支太陽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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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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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三月四月真的没有什么进度 从过完年之后三月四月都没有进度 因为排练的时候要试服装 排练的时候有一些人要来看 然后就是有很多必要的事情 可是就是那个进度那件事情一直没有发生 然后结束没有拍完 所以我就在一个无比焦虑的状况 然后我的身体就开始有很多的反应 我就跟自己说 好 安静一点 安静一点 我看仔细一点我的节奏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是我要讲的音乐的事情是 因为我没有事先有音乐去让我产生想象 所以我做的东西都是纯粹就是凭空乱抓的 那事实上李哲义在做他的音乐的时候 他有一些他的音乐性 包含说多长的音乐 他才适合转换一个不同的乐器进去 或者是什么东西 他虽然看到我的影片 可是他做音乐的时候 并没有办法跟我的影片全部match在一起 这个事情我是喜欢的 就是他不要这么跟我这么match 所以他中间有一些地方就是有一些断裂 我今天就终于好像可以把一些段落 再安静下来再稍微再修一点 我只是觉得说 你有些动作你可以入医 因为他要建立一个情绪 你可以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你可以让吸气或吐气更明显一点 所以你除了注重动作之外 你注重呼吸 那个动作会比较有情感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手 背道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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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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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铁鞭 骆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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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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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後面要補一下就好了 就我知道 在台灣的舞蹈圈 大部分當然大家在編舞的時候 就是說可能 很多是因為經費的關係 那很多也是因為是說 應該說習慣 大家就是先去找了音樂 然後就來用那個音樂來編舞 那你說要完全用 重新創作來做一個舞蹈的音樂 其實在台灣好像沒有 那麼多的這樣子的相關條件 跟那麼多的機會 好像我在台灣做過一些 真的是從頭到尾 用創作的方式去做舞蹈音樂 其實很多也都是因為朋友關係 大家夠熟了 或者是說大家就是可以 可以禁得住 就是說在沒有經費的狀況之下 大家互相幫忙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情形 然後才有辦法去 去真的為了一個舞蹈的創作 然後也用音樂的創作的模式 去一起來工作 我想這個其實是 在現實的狀況下是有點困難的 但是我個人其實還蠻喜歡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因為其實 創作它這個過程 它會讓我們創作者 不管是學習也好 或者是自己在作品上面的一些發展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不是很排斥 用一種比較奉獻的心情 來做這樣子的作品 對那國老師找我的時候也跟我說 他們的經費就真的很有限 那我有沒有辦法接受 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我說其實經費不是一個重點 而是說 我們怎麼樣能夠因為這個作品 然後做出一個有趣的一件事情來 當然大部分我們要賴以為生的音樂工作 其實就是一個商業性質的工作 因為你有收入 你才有辦法工作 那很多商業性質的工作 你是為了要去符合客戶的需求 他希望你做這個東西 他希望你做這個東西 所以這樣子的創作 雖然他還是創作 但是他只是為別人服務 對但是真正的創作 其實你的服務對象 應該是說 你不能預設立場 我的作品 我希望這些作品是這樣呈現 它是為了 我們不要說只是藝術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說我只是為了讓這個作品 產生這樣子的樣子 我去把它做出來 對這是我的想法我的概念 而不是我為了要為你服務 對那當然你會說 舞蹈音樂是不是也是為舞蹈服務 當然是 但是如果我們的出發點 就是要做一個藝術品 而不是為了一個商業的某種目的去做 我相信這樣子的創作 它所受到的限制 它不會那麼多 即使我們有必須要互相配合的地方 需要修改或是怎麼樣 其實這個是我們為了讓作品更好 而不是為了讓作品去符合某一種需求 我想這樣子的概念其實 你的創作空間跟你的創作能量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對所以對我們一個創作者來講 如果我今天在創作的歷程 創作生命裡面 你一直都只能為別人服務 其實你創作能量會越來越低 對因為你好像就是為了生存 或者為了賺夠的錢來生活 而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的創作慢慢的就會被磨掉 你創作能量就會被磨掉 最後你只是為了找到更有效率的工作方式 然後就把事情做出來 然後收錢就這樣 是不是 所以其實當一個創作者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方法 去保持自己的創作能量 那對我來說 我保持創作能量的方法就是說 我跟不一樣的人合作 然後大家就是為了要把一個作品做好 但也不是那些人 ako不是那些人 或許得封找給大家 天使真極說 你們 Joanna 你阿昭 你也不喜歡 唯一 創作人 演唱 造型的事情 他们是这样期待这件事情 期待很久了 因为我请他们留头发 半年前开始留 结果 一个月才一公分的长度 留了六个月 不过才多了这样子 可是他们已经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像流浪汉一样 我请男生留胡子 然后只有两个人留得出来 所以他们每天回家 妈妈都这样子 一直闲他 所以说然后天气又开始越来越热 每一个人都这样很痛苦 所以我觉得去做造型这件事情 有让大家稍微又up了一些 这个宣传的事情 就是有两个音 就是那种第一个出来的音 若你跟我讲 我会修 就他 他 嗯 因为她事实上是很遥远的 所以她应该是缓缓的 对 她是遥远的 所以好像那个情绪 还没有很清楚 她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之前是不是 有收到你的一个讯息是说 我是说那个 不清楚 所以不是这里 不是这个 那我误会了 我以为是这里 所以很特别让她加强了一下 那这样子看看 这样就好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不要让这个进来 也从比较远的地方开始 让她在最后的时候 就很自然而然地就到这里 就像我这样子 那我一样的地方 我现在的地方 那我一个人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我这些地方 就像我一样的地方 我一样的地方 再確定一下 遠一點比較準 我會一直跟她討論那個關於太美的這個事情的 都是那個女生出來的時候 剛開始第一次女生出來的時候 女生出來的時候 還有後來要關起來的時候 她剛開始給我的音樂 我都覺得是屬於安靜的 就是那個音樂沒有那麼 push 比較掉下來 可是就是太美麗了 那美麗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個音樂縮了很多的感情在裡面 我就覺得音樂會洩漏秘密 或者是說那個音樂幫她 她還沒那麼傷心 可是音樂已經先感覺到傷心了 我覺得太早 所以那兩個段落 我就一直希望她再改 再更抽象一點 再更斷裂一點 然後斷裂這個字就是很難 斷裂是什麼意思 所以在我心裡面的斷裂 跟她心裡面的斷裂 其實真的是很不同 其實真的是很不同 在我心裡面的一陣子裡 是很難的 是很難的 所以我會不斷裂 我會不斷裂 你會不斷裂 我會不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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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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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